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來開箱 iPhone 12 Pro Max 超大杯 這次它採用更大的感光元件 更好的相機系統 以及更強的光學穩定系統 它這次堪稱是 iPhone 10上拍照最強 錄影最穩的一次手機 而今天我不只是開箱 我也會拿著其他手機 來做一次相機的PK 讓大家了解值不值得買 OK 那我們開始吧 Let's go 其實這次iPhone 12 我本來是想要買Mini的 因為我個人喜歡小尺寸的手機 可是Apple這次 偏偏把最強的相機 做在iPhone Pro Max上面 所以我就迫不得已 跑去買了Pro Max這個最大支的版本 256G銀色的版本 那我剛好朋友也有 各買了一支Mini跟Pro Max金色的版本 OK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給大家看 好 這三支都是全新的台灣公司貨 跟你買的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就來拆包膜 那Pro系列的外盒都是黑色包裝 那12系列都是白色包裝 裡面都沒有附上充電器 只有一條Seat to Lighting線 那我們來看一下外觀喔 Mini的大小長這樣 手感真的是超級好 再來我們來拆Max 銀色跟金色它的背面基本上很像 顏色都非常接近白色 可是側面它採用比較亮的 不鏽鋼金屬色 所以這次的金看起來就非常的薄金 那我的銀色就看起來相對有點像 像電鍋的那種感覺 那正面的尺寸我們來比一下 Mini非常小非常小 這個手感真的是超級棒 不過在開箱的過程中啊 我注意到這個側邊的不鏽鋼金屬 有兩個問題 第一它非常容易沾指紋 你看剛全新打開就沾成這樣 滿滿的指紋 那第二它非常容易刮傷 我的側邊也不知道為什麼 剛打開來就刮傷一條 所以我第一時間就拿去給人家做包膜 先把側邊貼起來 那另外啊不管是哪一款iPhone12 這次的螢幕都採用超矜持鈍玻璃 這個玻璃標榜超耐摔 4倍的耐摔 為什麼超耐摔呢? 物理的特性是這樣 越軟的東西就會越耐摔 越硬的東西就會越耐刮 所以這次不要把耐摔 所以螢幕的硬度就會不夠 你可能摔不壞 但是一下子就會刮傷 所以建議大家一入手 就去貼螢幕保護貼 不管你是貼玻璃的也好 還是藍寶石的也好 我個人偏愛藍寶石玻璃貼的手感 然後翻過來喔 相機我也貼了藍寶石鏡頭貼 所以這次我選藍色跟白色的背面機身配起來還蠻好看的 所以我的Pro Max現在是長這樣 原本側邊的這個亮面我把它改成霧面 因為透過側邊的包膜的關係 那鏡頭的部分我把它貼了藍寶石鏡頭框 然後現在變成藍色有沒有很特別 那接下來我們來進入重點 相機PK 我手上現在有iPhone 12 Pro跟12 Pro Max 那這次iPhone 12它的系列除了螢幕的大小之外 最大的差別就是在相機 那我有整理了一份表格我把它放在這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表格上面喔 我把比較有差別的部分通通通都用紅字把它標出來 基本上12跟12 Pro它就少了一個望遠鏡頭 以及雷達掃描 那其他的規格基本上都一樣 其實12也非常強 那如果大家平常回想一下 你很少用到望遠鏡頭的話 那我就建議你果斷直接選12 而12 Pro跟12 Pro Max就差別非常大 它除了螢幕更大之外 它這一次的感光元件大了47% 也就是大了一倍 再加上它採用1.7微米像素 這走的就是華為那一套抵大壓死人的路線 所以這一次它的感光元件更大 它的雜訊就會更少 那細節也就會更清晰 OK 待會我們就直接去進行外拍實測 Let's go 先看室外拍照 再來看人像模式 好 再來重頭戲喔 夜間拍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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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是超低光源 那在超低光源的情況下 就特別能夠表現iPhone Pro Max的它的優勢 它除了有雷達對焦 感光元件也特別大 好 來關燈 我們來實驗一次給大家看 好 這邊也是貓咪 我們直接拍它 你看它直接瞬間就對到焦了 瞬間就對到焦 離開 再轉過來 馬上對到焦 好 這時候其實是非常暗的 好 拍完成像出來 來 我們來看一下成像 有沒有 就比較它的成像就會相對的好很多 那可是如果我現在換成Pixel Pixel它其實它拍照 夜間拍照也不錯 可是它就沒有辦法這麼快的對到焦 你看它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對到焦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錄影 我們現在把iPhone Pro Max跟Pro 那同時接在這支這個自拍棒上面 然後用一個腳架架著 然後我們邊走邊錄影 全部都用手持的 好 Let's go 其實這一次iPhone 11 Pro的錄影 跟收音本來就還不錯 那進展到12的時候 錄影又更穩了 我自己都非常意外 怎麼會這麼穩 而且我實際拍了一些片段之後 更覺得Max穩到很誇張 它採用全新的感光元件 位移光學OIS系統 效果真是非常的明顯 你看 兩邊對比起來就是更穩了 而且進光量更高 然後它在黃光的表現上 會更準確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收音 如果你是影片工作者 收音這個工作也非常重要 那接下來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分別用了Pro跟Pro Max 同時來收音 那在播放的過程中 我會同時的去切換 那大家也聽聽看 它的聲音表現如何 它收音的狀況如何 你聽聽看 哪一個會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哪一個空間音比較少 比較符合我原本的聲音 好 那看完剛剛的測試 相信大家對於iPhone Pro Max的 拍照跟錄影都有一定的了解 它的差異到底有沒有價值4千塊的價差 我個人覺得iPhone 12 Pro Max 絕對是目前手機市場上的第一 無論是畫質、收音、穩定度 而且它也是唯一能夠拍攝 杜比世界影片 也能夠直接在手機上播放的手機 而且發表會上面還說 這一次它還多了ProRAW的格式 也就是說你拍完之後 可以直接在上面編修你的影片色調風格檔 所以這次12 Pro Max 我覺得對於影片工作者來說 會非常適合 因為它功能確實非常強大 可是12 Pro跟12甚至12 mini 對於一般人來說 我覺得可能感覺差異不大 因為12 Pro Max在夜間拍照來說 會相對的快 可是對於一般人來說 你在夜間的拍照 其實它已經比一般的手機來說快很多了 說真的 如果你不是很在意拍照的速度 拍照的畫質 那我建議你從螢幕大小去跳就好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很喜歡mini的大小 那手感真的超棒 要不是這次Apple把最好的相機做在Pro Max上面 我又有這個拍照評測的需求 我一定會果斷的選mini 它的手感真的太棒了 那我在這邊也順便拿Pro Max跟mini 來示範一下它裝在褲子口袋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我把這個Pro Max 塞到褲子後面 它還多出一大截 那這時候我在騎機車的時候就會相對沒有安全感 可是mini它就會完全藏起來 如果你是女生都會拿手拿包出去 其實大小對你來說可能就會沒有差 那大隻的你追劇的時候爽度就會更高 玩遊戲的時候你也都是用雙手在拿 那就沒有差別了 這時候就看你自己荷包夠不夠 要不夠不夠錢直接去花錢買更大隻的Pro Max 影片的最後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這一次iPhone Pro Max 由於材質上面的改變 它的螢幕以及它的側邊 都會非常容易刮傷 特別是Pro系列 它這次採用不鏽鋼金屬 它非常容易刮傷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iPad iPad它的這個鏡面金屬 就是剛買來的第一天是漂亮的 之後刮傷就會莫名其妙的增加 真的不騙你 如果不信嫌你就不要包模 但是建議大家第一天不管拿去哪一家 就直接先去做全機包模 至少至少都把側片把它包起來 那我昨天去包模的時候 也剛好聽到有一些客人他還說 他上一隻手機是iPhone 7 這一次直接跳12 那大家上一隻手機是什麼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霸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好 其實iPhone 12跟12 Pro系列 它差別除了望遠鏡頭之外 最大差別就是在這顆雷達掃描 那雷達掃描啊 它實際的作用是做什麼呢? 我實際來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好了 讓我們可以開動 我時間到那時 那個東西 有些東西 可以開動 到哪兒竹子裡面 兩杯 兩杯 可以開動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